就在刚刚释放静咒光之神 十几个怪口的毫厉害 身上一阵阵白色光芒不断地闪烁 随之疯狂提升抖击 不亏是开挂的人生 放个静咒我就达到三十级了 不过现在想要继续升级 就必须完成二转 是时候去接二转任务了 你好 我来接取二转任务 我是这里的引导师 你确定要接取二转任务 没错 那好 我马上给你介绍一下 转职任务 你只要将手放到那边的转职神石上 就可以领到自己的转职任务了 任务和难度都是随机的 区区转职任务 对于现在我这净咒牧师 比秒怪还简单 当唐颖将手放在转职神石上后 一道金光直接凭空出现 将唐颖笼罩其中 检测到当前转职者 职业为牧师 等级符合二转要求 颁发转职任务 难度为地狱级别 请前往古魔废墟 击杀古魔BOSS 因为任务难度较大 此任务副本 会有一名五十级的 NPC战士协助作战 地狱难度的二转任务 看来运气不错啊 颜能或许会绝望 但我可不会 没有一个禁咒解决不了的事 如果有 那就释放两次禁咒 领取了二转任务后的躺颖 直接来到了古魔废墟 不知道这古魔BOSS 能不能扛得住 我一记光是审判 我叫艾黑斯 是负责带领转职 这们完成二转任务的战士NPC 艾黑斯 你妹啊 你一个威猛战士 是怎么有脸叫这个名字的 这可是地南部的二转任 在此之前已经有三位转职的失败 其中一位还是法赢 然后呢 你想表达什么 你一个丝毫没有战斗力的牧师 我劝你放弃这个转职任 回去重新结局转职任 哎呀我去 我这是被一个NPC给鄙视了 你一个NPC还给老子牛上了 此时唐颖圣光走步瞬间释放 一片神圣的白光瞬间拢着二人 三分钟内50%几率免一伤害 每秒恢复5%的生命值和法力值 还提升当前生命值30% 你奶奶等正式进来 现在感觉怎么样 尊敬的牧师大人 我感觉我浑身有无限的力量 那走 我们去砍怪 木颜你给了我如此强悍的加持 我也很难解决掉 因为我的射程是 无论如何也打不过这古魔法 此时唐颖 无尽灭视金光 将整个古魔废区直接毁灭 只有他们的是牧师吗 转职区域都被烘霉了 恭喜您击杀了40级的古魔BOSS 获得了大量的经验 经验会在提交转职任务后发放 请带上古魔BOSS心脏回转职圣殿提交任务 这就完成了 果然跟我预料中的一样简单 咦 这是什么 经验球 紫色密宝 使用后可以直接飙升20级 但不超过一转极限等级 第一难度转职任务 才有极低概率掉落 卧槽 直接提升20级 那岂不是实级职业者 使用经验球 可直达30级 从而进行二转任务 之后的练级需要队友 这万一刚好可以拿来培养队友 唐颖 你怎么来了 刚刚好 哥现在已经实级了 是个高手了 走 哥带你升级去 哥几个 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好哥们 让他一起跟着我们练级 可否 你哥们是什么职业 不失 什么 不失 最费辅助职业 抱歉 你哥们是个累赘 我们不想以制组队 既然你们不欢迎我哥们 那就散伙 老唐 不带你到30级 都对不起你我 认识这十几年的情谊 老利亚 你这个兄弟 我没认错 走 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去哪 到了你就知道了 这是转职圣殿 我说老唐 你带我来这干毛线 这是我们该来的地方了 真是的 浪费练击时间 就是浪费生命了 这个好东西给你 这是什么道具 我靠 精烟球 你哪弄来的 这牛逼玩意 别那么大惊小怪 最新一批转职者 最高级也不会超过20级 暂时没人来这转职圣殿 至于这个道具怎么来的 你以后就知道了 快用了吧 啥 给我用 你是不是傻 你用吃用更合适啊 你身体难 我以三十级 用不上 好 你身体能不能够 在浪费 你身体能够 我身体能够 我身体能够 你身体能够 我东西 我还是自己